我先確認一下 就是說大家沒有跑錯攤這樣 就是Hack算命攤這個活動 今年這個活動的內容 就是說我們會去把昨天的一場議程 我們挑了一場議程 然後這場議程呢 我們就來解釋一下它的背後 它的背景 就是說因為有些這些議程 其實我們在挑議程的時候 其實有些議程還滿深奧的 那就是有點怕說 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背景知識 可以第一次聽這個議程 就把它聽懂 所以說我們這一場 就是說我們會去把這些 就是這個先修課的內容 先把它拿出來講一講 然後再把這個議程就重播 然後讓大家 盡量讓大家 就算是初學者 也有辦法懂這個議程 那往年的話 Hack算命攤曾經有各種不同的活動 曾經有一些什麼選秀活動 或是聊八卦的活動 那今年不是 今年只有做議程講解 所以就是怕說大家 很期待來這邊聽八卦 但是 對不對 今年沒有八卦 今天只有就是議程講解這樣 對 先跟大家確認一下 那再來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John 就是另外一個議程叫Zuan 那我是今年的神奧委員會的主席 那就是我今年 我挑了第一天的議程裡面 我覺得這一場是 滿有意思的 對 那所以說就跟大家來 就會今天來跟大家講解 這場議程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場議程的話 就是說他在 他們在做一個 就是說 這一家 這一家他們這兩個講者 其實他們本身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要對應 IP對應到位置這件事情 那IP對應到位置這件事情的話 網路上有很多那種資料庫 那他們就是其中一家 維護這種資料庫的 算是公司吧 對 那他們在維護這資料庫的過程中 他們就需要去跟這個ISP 像中華電信之類的這種 他們背後的 他們就需要跟他們這樣打交道 然後從他們背後的這樣BGP的這個protocol 去觀察說 到底哪一家ISP說 這個流量要流到哪裡這樣 就是他們要觀察BGP上面的活動 然後來 來這個知道說 哪一個IP在哪裡 那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了 很多案例分析 他們就發現了很多這個 IP地址被盜用 AS Number被盜用這些事情 對 那 那在講 就是說在聽這個議程之前的話 我們必須要先知道什麼是BGP 那什麼是BGP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舉個例子來說 可能 大家IP都很熟嘛 就是說IP可能 IP網段是什麼 什麼192.168.0.1這種 這個 有人不知道IP是什麼嗎 沒有齁 有人知道IP是什麼嗎 好 很好 還好 沒有睡著 好 現在還很早 好 那就是說舉個例子來說 你家裡架了一個 這個 路由器好了 那你的IP是192.168.0.1 那假如說你要上網的時候 OK 你要上網 你電腦要上網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有另外一個IP 可能1.2.3.4 它想連1.2.3.4這個IP 它就會把這個風包送到你的路由器 那你的路由器的話 一般 一般如果你家裡網路沒有很複雜的話 就是送到中華電信嘛 那你的內網裡面就會看說 OK 如果是192.168.0開頭的 那我就送回自己家裡面 那如果說其他的我不知道的 我就會把它往上送 送到中華電信 那現在都是中華電信的事情 那可是假如說今天你是中華電信的話 OK 你是中華電信的話 那你看到每個IP 你可能看到說 這個IP可能是要送往這個交易部網路的 這個IP可能要送往美國的 那個IP可能要送往歐洲的 但是這之間怎麼設定 就是ISP之間怎麼設定 他們該不會是每天都 每天都就是打電話 打電話到歐洲說 歐洲的打電話來講說 欸 我這個IP是我的 這個IP是我的 你有這個IP的風包你幫我送過來 不是這樣吧 對吧 所以它背後就有一套 叫BGP的東西 BGP的東西就是各個ISP之間的這個P2P網路 類似一個P2P網路這樣的東西 那BGP的話它就是這些ISP之間 它透過BGP的協定來 怎麼講 就是互相設定說哪一個IP要走哪條路這樣子 那這個協定其實算是蠻複雜的 那我先講一下一些 我看一下 我先講一下 不好意思 那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BGP的話 最基本的一個單位 BGP裡面有個單位叫AS AS就是Atonomous System 那一般你看到AS就是說它就是一個ISP 就是說你在網路上呢 只要任何一個 你把一個風包送到一個AS的話 那它就有辦法 就是聯絡到這個AS裡面的任何人 所以像中華電信的話 它就有一個AS 其實中華電信不只一個AS 但是一般來說就是說 像中華電信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AS 那可能Google彰化資料中心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AS 那 那 交易部的網路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AS 那這個AS的話是說是有註冊的 所以 每一個 每一個ISP 它其實背後都有 最少一個AS 然後這個AS 每一個AS的話 它會有一個AS number 就舉個例子來說 你可以去查 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現在的話 那現在的話 就是如果平常你要查說 或者說你現在連上網的這個 這個ISP 它的AS是什麼的話 你其實可以去 BGP.HE.NET 那你連上去之後 OK 那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IP是多少 那 不好意思 那它會告訴你說 OK 你現在這個 你的IP這個網段 然後你的AS是誰 所以像現在我們是透過這個 KickClack OK 這就是這家 我們這次會場的Wi-Fi提供 就是這家嘛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是他們自己的AS number 對 他們的AS number是 131645 那再來 再來另外一個點是說 就是說 我們平常 在設定router的時候 我們不會什麼 192.168.0 然後 點0點 多少嘛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寫成什麼 192.168.0.0 寫線24 意思就是說 它所有192.168.0 開頭的IP 都是這個網段 那或是說 我們會有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192.168.0.0 寫線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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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K 那 這邊的話 網路上的IP它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格式設定 所以這邊 103.141.83.0 寫線24 意思就是 103.141.83.0 就是 點那個點 後面點0可以是任何數字 這個整個網段 那 BGP裡面的話 在對IP 對IP做操作的時候 的基礎單位也是像這樣子的網段 所以 在BGP裡面的話 在BGP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一個AS 就是一個一個ISP 那每個ISP的話 它會有一些網段 所以 今天它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中華電信 它 中華電信它的IP 可能是1.2.3.任何數字 那就是1.2.3.0寫線24 那 它 如果說 它希望說 任何人有這個 到 送到這些IP的封包 都送給中華電信的話 它就會透過BGP 去做一個Announcement 它就會Announce說 它就會跟它所有 有連線的人講說 OK 1.2.3.0寫線24 通通都要送給我 這樣子 那接下來 BGP它就像一個P2P網路 例如說 中華電信它可能 上一層 它可能送給GTT好了 OK 那GTT就會跟它所有 有連線的ISP也講說 OK 如果有到1.2.3.0的 斜線24的IP 的封包 通通都送給我 那送給我之後 我就會把它轉給中華電信 然後它就會講說 OK這個路徑是先到我 再到中華電信這樣子 然後 其他每一個電信 每個電信商 它後面一樣 它也會再繼續 跟它其他的peer講說 OK 有中華電信的封包要送給我 然後再送給GTT 一個人再送給中華電信 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 這一個動作的話 就叫一個 就是叫一個 IP prefix的Announcement 就Announce說 OK這個 這個IP要送給我 這樣子 對 那 實際上來說 一般的網路架構 一般的 對 一般的網路架構的話 就是說會有這種 例如說 Tier 1 Network 就是那種 運作那些跨國的 跨國的海底電欄 或什麼之類的 的那種大型營運商 所以說有時候 像中華電信它也是會去 跟這種大型營運商買 買流量 就等於是 ISP的ISP這樣子 那 那 一般來說在Announce的時候 如果說是 ISP的ISP的話 那這種 例如說 GTT 它可能就會給中華電信 它可能 它在Announce給中華電信的時候 它就會給它 完整的 就全球的 各個IP的BGP Route 它都會給 給它 對 就是說 它就會跟它講說 例如說 GTT的話 它可能給中華電信的BGP Announcement 它就會跟中華電信講說 全世界各個 各個ISP的 的IP網段 然後 都是可以經過它 這樣子 那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今天是 中華電信跟 例如說 教育部的網 教育部的連 對 教育部的網段連的話 他們可能就只是講說 OK 中華電信我有哪些 哪些IP 然後你可以透過我連到我的IP 那 教育部那邊也會講說 OK 我這邊有哪些IP 然後你可以透過我連到這些IP 但是 連到全球其他的網路的話 他們一般就不會 不會跟對方講說 你可以透過我連到全球其他網路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有 upstream跟downstream這樣子 就是說 對 例如說 對 對我們一般使用 對中華電信來說 我們一般使用者就是downstream 就是我們是它的用戶嘛 那 它的upstream就可能是像什麼 GTT之類的這一種 大型的 ISP的ISP 所以 待會演講裡面的時候 會常常會提到 upstream跟downstream這個概念 upstream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比如說A的upstream 就是提供A服務的那個ISP 就是A的upstream 那如果A提供其他ISP服務的話 那 A的downstream就是那些ISP這樣子 好 所以 大概這樣 那我們就 來 來 聽這個議程吧 OK 阿到我一開始會先講說 就是說 以前BGP的hijack 就是以前BGP的hijack的案例是 就是有哪些這樣的狀況 4G 5G的一些這種 roaming 包括說做廣告領域也是非常的常見 router 你有自己的S number 你可以在router上去配置 那些BGP的命令 你其實都可以去hijack 這是一個可能在新聞上 大家覺得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就是兩個命令行的問題 OK 那所以由於它原來這個協議的缺陷呢 那其實現在整個industry在找了很多的方式去fix 那大家會 是 あぁ 什麼 記著 來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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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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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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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個州有一個像亞太地區有一個APNIC 那美國有個ARIN 那他們是直接分配給這種區域性的組織 然後例如說台灣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有一個TWNIC TWNIC就是台灣這邊的 算是台灣的.tw是他們負責的 那台灣的IP是他們負責的 那他們就會直接去跟這個APNIC 直接一次申請很多的IP來 然後之後在中華電信 再去跟TWNIC申請這樣子 那所以以前IP的分配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直到最近IPv4的這個分配就是不太夠的時候 那這時候就會有ISP之間開始買賣IP 就說OK我今天把這個IP的網段 就以後就讓給你了 那就是大家之間就是付多少錢這樣 然後去交換IP這樣子 所以對 那所以IP的話它其實是背後是有 算是有點像政府組織這種 在做一個分配 所以說 但是有時候就像他剛才講的 就是BGP上面的設定有時候 可能跟這個政府文件上面的 對不起來這樣子 好 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可以天天去變了 那包括下邊要說的像 OK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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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光要看IP本身的公告情况 还要关心它上海游的情况 另外我还要在里边讲一下 比如29003 后边我们标了一个葡萄牙 实际上我们是给每一个AS 做了一个地理围栏 我们认为说运营商理论上讲 都会有些地域的限 除了那种Tile 1的 这种特别大的 可能全球每个国家都会有的 这个运营商以外 大部分运营商都是这种区域 或者是本地的 可能比如像中华电信 或者是它那些 你们常见的这些运营商 其实它们主要的地理位置 都是在台湾 那么中国可能像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其实大量的IP都在中国大陆 对吧 那我们其实要做的一个事 就是要给每个AS 做一个地理围栏 这样的话它在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能第一时间看到 并且知道说 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样也是我们 要把数据做准的 一个必然的一个要做的事 那么在这个里边 你就会发现说 下边有1266 这是一个德国的AS 4229是一个葡萄牙的 200775是一个美国的 为什么它会凑在一起 对吧 因为有时候你要能够理解说 这些AS本身 其实都是每个公司去申请的 那为什么有一个美国的公司 会跑到欧洲去做这个理由 不是没有 但是我相信 这一定是有的理由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下边是个比较乱的 对吧 这三个公司毫无关系 又毫无 怎么说 你在网上可能会 比如说AS里边可能会有一个 比如有个邮件地址的 对吧 可能是有一个官网的 邮件地址的 你会去说 你会发现这个三个 要么没有 要么已经怼不上了 或者说它就说 我是一个美国公司 它也没有说它在 欧洲有业务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很奇怪的一个组合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3266 我们在里边 大概给 可能因为它里边会公告很多 这应该是六月份的这个图 虽然在去年被处理过 一回之后 可能又有点死亡 复燃 就是还是能找到 所谓能愿意帮它 去做这事的运营商 去帮它做公告 但是呢 你会发现它里边 有两个IP段 一个是前面的 212668.172 那四个C 下边还有一个21359.12的 这八个C 你会发现里边 其实都被别的AS 也同样在公告 对吧 这种在我们看来 是说也是就像 YouTube那时 被劫持的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业务 有用户来去跟我说 有问题 对吧 因为你想你这个IP段 一定是在用的时候 那你肯定会去 有用户说 你看因为你的流量 被劫持了嘛 你的很大情况 也不是为了去复制 同样的流量 做同样的事 所以很多人 你会发现有问题 那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说 我看了情况 我怎么办 我要么就是 我同样去 以更优先级的方案 像比如下面的拔个C 你会发现 它在把每个C 都按R4的一个前桌 去做了公告 这样的话 在路由里边 会是一个优先级 比较高的一个路由 让它拔个C 就没有起作用 它一个是方便 这样去做 第二方面 可能会去找这个AS 或者AS上游 去投诉 要求它把这个公告去掉 对吧 那我这边解释一下 说这边它其实列了 这个某一个IP网段 这个某一个IP网段 那这个网段的话 它其实会发现说 它有很多announcement 就是说 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IP网段 把风暴送给我 那这边状况其实发生的 就是说 像这边的话 因为这字有点小 这边字有点小 你看到说 它这是213.59开头 后面是122.0 那122.0到19.255 是被一个AS207083 给announce 说OK 风暴送给我 那可是其实这一个是 这个是伪造的 就是这个207083 其实并没有拥有这一个网段 并没有拥有122.0到19 这一段的IP 那 就是说原本的这个IP 原本的主人 他就发现说 我的IP被人家干走了 那我怎么办 我IP被人家干走的话 我要做点事情嘛 那其实BGP上面有个规则 就是说 像它在announce 122.0到19 这一整段对不对 那BGP里面有个规则 就是说 你 大家同样都announce的时候 比较小的 单位的这个announcement 优先权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 他们这边就看到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把 例如说 这是113 114 115 116 他个别都announce一遍 说OK 113.0到113.255 全部要送到 原本的那个主人 那114.0到114.255 也会送到原本的那个主人 那这时候就是说 因为他 这盗用的那个人 他用的是 12到19 他一次announce 这整段 说整段都是差的 那这个优先权就会比 你只announce说 我114.0到114.255 他的优先权就比较低 所以说 他用这个方式 就是把他 把他 再把流量导回 原本的 IP这个原本的主人 这样子 这是他刚才讲的 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 当然就是说 他原本announce说 这个 就是盗用的人announce 112到119 是要把IP送给他的 但是 他这个应该是透过 某一家大型的 这个ISP广播的嘛 那就是announce 所以说你可以去 打电话去那家 投诉说 你怎么干这个事情 你要把它撤销掉 这样子 那么 这个里面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 如果大家如果在 外边如果用一些 这种VPS的话 第二个 我们标了洛杉矶的 那个 就是这个 域名 大家如果去访问到 就发现 它是一个做VPS的 一个主机商 就是它做了一些 云服务 对吧 你可以在上面 升级一个虚拟主机 对吧 可以去用 那实际上它这个里面 就是非常的会 会关注它的流量 是不是被 劫持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它是 先被劫持 后去用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流量 是有问题的 对吧 那这个情况都是 在我们看来 都是一个特别 特别符合现有的 这种现实情况的 一个事 只是我们有时候 可能会有点 后知后觉 但是基本上 就是两种场景 会有这个问题 会导致这个结果 那么包括乌克兰的 那个情况一样 你说一个在一个 德国的这里面 会有乌克兰的 一个IP去公告 然后还有同样的 这个208894的 这个AS也在公告 那你觉得 这种情况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在里面会有 但是这种情况 我们觉得 它不会像现在这样 会这么频繁 这么密集的去 做公告跟撤销 这个是一个非常 反常的一个行为 然后还有些例子是 刚才讲的 K-START里面 有三封 有两封邮件 还有一个第二封 那个NNNOG 是我们当时 给那个RFG 做了反馈之后 它在里面有补充的 就是我们通过 197426和3269 能找到下游 所有的跟这个相关的 理事上讲 都是拿来发烂约邮件的 那么这个里面会有 像这个205869 7827 19529 11717 10800 领发里面有很多的是 有乌克兰的公司的 有美国公司的 而且这些业务 在我们看来 你都找不到合理性 在我们看来 它其实连这个AS都是偷的 并不是它自己的 可能只有那个 3266是他们自己公司申请的 上一期都不是它自己的 那这个在我们看来 也是一个非常 能够通过上海游的关系 能够发现 你这里边的一个链条 如果你只是基于你的流量 去做分析 去找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找不全 那我们觉得 基于这个上海游的关系 是比较容易的 能知道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觉得说 他们可能也 他们也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我不想 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可能会用一些 更隐蔽的方案 去把分在不同的地方 让你看起来是毫无关联 这样它才能说 你就是找到我一个366 我还有七八个 你看不到的 但实际上在通过上游的关系里边 是非常容易能看到这个关系的 所以在RPC在第二封邮件里边 就是基本上把这些AS都列在里边 说这些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那可以让大家去 就是比如说有人能够 有这些用户的流量 有这些用户的这些访问行为 可以基于这些数据 去验证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对吧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这个PHL应该在里边 应该代表的废城的一个公司 但你会发现它里边其实是 上游都是7827 7827其实上边的这个上游是哪个呢 是这个205869 205869又是乌克兰的公司 然后乌克兰的公司的下游 有个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下游还有个美国公司 那这个流量穿透到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说 其实跟美国有意大关系的 因为流量就不在美国 都在欧洲 那里边跟205869 除了有个7827 还有个11717 也是美国的 然后下边又套了一个10800 这些在我们看来说 如果你的上游的上游有问题 你的一个下游和下游的下游 都是有问题的 甚至可能会有更复杂的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因为它就是为了说 让你看起来 如果你只看上游 你是看不出有问题 因为美国的公司 上面是个美国公司 对吧 大家会觉得有问题吗 但如果美国公司上边的美公司 还有一个乌克兰的公司 那这个问题就能暴露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里边 我们也当时给RPG 他也很认同我们的这个推断 然后这是一个例子 虽然这个没有经过验证 但是我觉得可以讲一讲 这就是一个台湾 至少有台湾公司在的 应该叫东风吧 对吧 那么这个里边就会发现说 在133741这个段里边 有一堆的 我们认为是应该是广东 就是中国电信 广东风公司的IP段 严格上讲 对于一个运营商来说 他一般来说 他一般来说不太会把自己的 自己的IP拿到别的运营商的里边 去做公告 因为他如果能有 他有能力 他一定能自己公告 他不会去 一般来说不会做转租的事 对吧 其实大家能看到很多都是转租 因为他就说 我就为了租一个谁 一年能挣几百美元 我也愿意去租 但大公司其实不会借过这钱 甚至我们也侧面问过 中国电信的人 他们也说 如果是这个业务 他自己能做了 他就一定是自己公告 那可能从我们脚上讲说 中国电信大概在全球 也可能有十几个AIS 可能有几十个 绝不会出现在一个香港 或者一个台湾的AIS里面 我们就现在 真的跟我们的同事 说了一个判断 就是反正你发现 中国电信出现了 在了一个 跟他们又没有任何关系的AIS 基本上我觉得 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 当然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首误 对吧 就像刚才说的 这种human table 它确实是敲错了 我们也不是没见过 对吧 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 过几天可能都会消失 但是呢 如果是个长期存在 我们可能会说 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只是没有一个 最终的 去拿用户的流量的行为 去做一个 盖棺定论的方案 但我觉得 而且你会发现 这里边还会有新网 对吧 标了一个新Net 包括里边还有一个 辽宁铁通 对吧 这都是我们在中国大陆 比较能常见的一些运营商的 这些IP 居然在台湾和香港的 这个段里边都能出现 我觉得这个从我们的一个 经验里边看 这就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 那么包括下边还有一个 一个合肥的广电 就最后那一行 HFCATV 这是一个合肥广电的一个 IP段 那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这里 那我们觉得这里边 不是说这里边没有正常的 它是我们说那一类 就是跟一些正常业务在一起 但是这些拿出来 你一拉 就发现这些可能都是一些 不正常的 看的都很奇怪 因为我们觉得在 实际的运营商里边 不会是这个样子去做的 尤其像运营商 级别的这种情况 换到别的里边去公告 除了租用以外 是非常罕见的 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如果 因为我们在这边 其实可能认识的 这些运营商没有这么多 对吧 那我们可能也希望说 大家如果 有朋友或者有条件 可以去看看 甚至说你有用户的 访问的日志 也可以看看 是不是有这些 IP段的出现 对吧 甚至其实 包括并不限于说 你的这种 三杂八道的访问 包括发 邮件 对吧 包括很多的这种行为 都是可以去看的 然后呢 还有个问题 现在大家知道说 IPv6 其实里面上讲 在包括在中国 也开始在用 对吧 但是我们发现说 其实从我们的 惯态上讲 这个V6 其实也不是块热土 因为严格上讲 V4跟V6 没有本的区别 只是IP变长了 对吧 可以给每个人 分配一个专有IP 而不是非得像 V324 可以只能是有 这边 这边大致提一下 就是说 IPv4跟IPv6 它的BGP是 它的Routing table是分开 但是它是用一样的写定 所以说 你在BGP在走的时候 它不会说 就说V4跟V6混在一起 它是分开来的 做一个共享的 那么 如果你看这个AAS 57166 你会不觉得它有问题 因为我这个列的是一个 只看了这个AAS V6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个是一个瑞士的AS 这个IP端呢 也是个瑞士的 而且是个瑞士公司 对吧 看的都很正常 但是 如果你配上V4的时候 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有意思 29632 按我们的一个标准 它就是一个 就是 它自己可能不干坏事 当然会给坏人帮忙 就是说 它可能会给别人公告 这个里边 2013 我们如果你要看的话 它说有一堆的 都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么 为什么在V4的这个下边 能出现 怎么说 就这个 我们认为的一个 有问题的这个 而且瑞士跟乌克兰 跟德国是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我们不认为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 特别多的一个 运营商之间的关系 但是 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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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的这个前座 在我们认为 很大 因为时间关系 我稍微把它往前 再跳一点 这场时间 已经快要结束了 你有运营商的能力 你是随意可以公告的 没有任何限的 如果你又是偷了一个 没有人用的 那更不会太有人去发现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时候 关心的是 有人用的这个IP段的流量 是不是会被劫持 而且用户也会跟你反馈 对吧 但是如果一个段没有人用 你拿来用 因为理论上讲 我相信他们也可能会关心 每天的这个BP的公告的情况 在那边找 某一段 比如说三个月 四个月都没有人去用 那他用这个段 就可以他拿来下手 拿来去公告 包括AS也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也天天都会 更新自己的这个数据 那我相信 至于说 有运营商能力的人 他们去看路由的数据 也非常 也非常轻松 再不然找到这些 没有被人用的这个段 也是非常容易 甚至他们找的 都不是小段 刚才看了四个C 八C的 都是小的 我们看了很多 都是拿一个B 两个B 开始结了 这样的话 它的空间都大很多 对吧 一个B差不多 六万个IP 它能干的事就多很多 那么包括 下面说的 就有些业务 在我们看来 它是在一个正常的 AS里 公告了一些不正常的 这些IP的前准 那实际上 这种情况 就更有 怎么说 更有迷惑性 因为有时候你跑分 对吧 甚至说你只能在里边 找到一个有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角度上 能看出来的问题 可能比 传统的 做运营商的人 或者做这个 网络运营的 人员看了更多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东西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 引起更多的 这个重词 然后这个可能是 我们当时 跟我们的一些 圈子的人去分享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们 他说 这个主要是做 这种垃圾的 做垃圾邮件的 这种黑名单的 它里边有个叫 asndupe.tsd 也是个废的 就是可能会 每天更新 然后给 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人类说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你的远件 或者硬件里 当作一个黑名单去用 但我们觉得说 它这边 asn的一个 一个黑名单 跟我们说的 拜登还不一样 因为他们可能 是从业务上去看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 这场就播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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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